來五號高景緯 這也是Demarquez Cousins 表弟來到台灣的第一場比賽 那在第一節感覺Cousins還在跟隊友磨合 那自己的整個出 給到Cousins 再轉到左側的高景緯外線 有空檔 他選擇出手得分 三分球 至少首節大家可以觀察到Cousins不斷的 回給高景緯 外圍找機會 切進去 左手的拋投得分 哇 京緯的第一步真的算是非常的快 而且 沒有出手 高景緯 進攻時間38秒 無敵的三分 逃進了 這高景緯這一球打得也很豪華 跟他做檔拆的 這拋射還是不近 哇 這個得分的困境對列印來說很難解 Demarquez找到高景緯 一對一上籃得分 30分了 這球被擠掉了 轉換過來 轉換快攻的機會 高景緯自己上 哇 剛才 Cousins拿到球之後直接掉給高景緯 然後高景緯直接切入上籃 大家以為他 這Cousins一直在把球往前送 讓原爆的球變得打得非常的快 哇 小安給到高景緯漂亮的一個配合 不知道列印的失誤 還有在打快的時候他們的把握度是很好的 而且真的不要忘了 原爆這邊有景緯跟小安 這兩個人一旦快起來其實是非常難守 不管最後是他自己選擇上籃還是去助攻 這兩個人打球的視野跟攻擊能力是非常的強 那還是要提一下 這段時間最主要是克羅馬 克羅馬帶 景緯外線拔起來的出手 短了 自己搶到進攻籃板 跳投 進 爸爸比特 誰來告訴我 這個去年還只是個大學生 今年是 八個 你暗聲傳出來郭少傑的虎頂 沒有出手的機會 高景緯差一點操到球 哇 回場為例 高景緯 今天跟Cousins的搭配 有沒有跟你的預期 然後加上精采的表現 幫助球隊勝利 看一看你自己的感覺 我覺得能夠跟Cousins合作當然是非常開心 因為他在檔人或是在進去的牽制非常強 然後他也很願意 看到空檔很願意傳球 我覺得是他滿特別的地方 然後再加上他伸手板就很全面 我覺得他在進去的展示力一定有一定的展示力 大家要拍照的時間 大家五秒鐘拍照的時間 請準備Ready 拍照時間 5 4 3 2 1 好 再次掌聲鼓勵 謝謝